标题,加州大地震,Dwayne Johnson的惊险冒险, 勇闯自然灾害的极限。 魏斯里曾在他的科幻小说里表示过, 地球就像一只熟睡着的猛兽, 而他这个梦做得特别长, 故每次当他在睡梦之中, 动一动鼻子,或牵一牵嘴角的话, 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的这些细小生物, 就会经历不同大小程度的地震海啸, 若有一天,他猛然地伸一下懒腰的话, 地球即刻会天翻地覆, 所有依附在他上面的生物, 将会全部宣布灭绝。 就是他这个比喻, 时常缠绕在笔者的脑里, 所以便老觉得,地球的毁灭, 只在弹指之间的事, 而我们这些犹如螺蚁的生物, 为何现在每天仍要在争名夺利, 只为了细小的个人利益而不停拼命呢? 还不如争取多些的时间, 好好去享受人生才是。 而美国圣安德烈斯断层, San Andreas Fault, 这个横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部和南部 以及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和东部的断层, 位于太平洋板块和北美洲板块的交界, 是个活跃的地震带。 相信很多爱看合理活电式的观众, 对他的第一个印象, 必然是来自1978年的经典电影超人, Superman。 因为在该片之中, 大反派Lex便利用美国政府的越州飞弹, 设向这个断层之中, 制造连锁式大型地震, 借此摧毁沿海大片土地, 好使到他买下的沙漠区, 地价暴涨, 让他一夜成为巨富。 所以当笔者, 在一个月之前, 在戏院之中, 探到本片的预告短片, 便不其然联想到, 无敌的超人, 为了拯救爱人Lois Lane, 猛然将时光倒流, 逆转乾坤的经典一幕了。 有趣的是, 赫里活于十多年之前, 曾有一股灾难片的热潮, 各种的天灾, 例如陨石撞地球, 温室效应使地球回到冰河时代, 地球停止自转等, 皆以特计, 一一地活现于一幕之前, 而且更将他们的杀伤力, 不停地升级, 直至2009年的2012, 更进的一包, 讲述玛雅民族所预言的世界末日。 终于真正来临, 全世界天翻地覆, 人口灭绝殆尽, 仅于下数十万的精英幸存而已。 可能就是他们在此片里, 将这类天灾丸的太极太近, 出现无以为继织现象, 反而使到灾难片沉寂了数年的时间, 直至去年, 华纳电影公司方在拍摄Binder the Storm, 描述龙卷风在美国南部肆虐, 摧毁了数个小镇, 无疑在规模上, 远比2012未小, 有点还原基本部的味道。 到了今年, 他们在接再历, 更打起圣安德烈斯断层的主意, 派出这套规模更大的San Andreas来。 笔者相信, 本片的导演, 早已明白到, 观众看了多年的合理活特技电影, 所有的破真天灾人祸场面, 其实早已见怪不怪了, 而且人在大自然面前, 实在为不足道, 没有任何人能够与其对抗, 所以倒不如将故事线, 集中在男主角如何拯救妻儿, 救赎自己方面, 方更能打动观众。 顾本片的情节, 便集中于男主角Dwayne Johnson, 为了搭救分别失散的妻子及女儿, 可谓上天下海, 无所不用其极, 观众便看着她, 分别驾驶直升机, 小型飞机, 橡皮快艇, 纵横整个灾难现场, 不但场面丰富, 而且导演Brad Payton更炮制的锦组专业, 的确算得上一部熟手的中上娱乐电影。 正如逼者时常于本栏里表示, 汉里活的其中一个强项, 这是回归家庭, 原来在灾难之中, 我们方会发觉, 一个富有能干, 但贪生怕死的男朋友, 其功能实在远不如, 一个顶天立地, 有情有义的丈夫呢? 可能就是这样的缘故, 所以我们仍然爱看像Dwayne Johnson这类的大只老男星, 他唤起了门队八, 九十年代的两位超级大只老, 史泰龙及阿诺舒华心力家的集体回忆, 因为只有这些健硕无比的壮汉, 才让我们相信, 于危难之中, 他们可以轻易地扯掉车门, 甚至将整个电话亭拖起, 将大家拯救出险境哦。 当然最可怜的, 就是饰演富有男友的Yohan Griffith, 留记得2007年, 他还是饰演《神奇四侠》《Fantastic Four》之中, 最聪明能干的DR。 Reed Richards, 哪知道因为电影的票房失利, 到了本片, 却已沦位饰演一个贪生怕死, 将女朋友的女儿丢下不离的卑鄙小人, 喝里活的失利眼, 实在令人感觉唏嘘。 多谢各位读者或者观众, 收听或者收看Lime Movie Blog的影评。 最后,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本频道。 请在YouTube上订阅, 点赞, 给予正评。 谢谢。 Scan drink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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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